里面都没有 丈夫看着妻子说 你也做一个能顺服我的人 不可能的 圣经告诉你了 丈夫要爱妻子 妻子要顺服丈夫 你们要不能惹儿女的气 家庭丈夫和妻子 还不能惹儿女的气 免得他们失了志下 圣经说的话这是 那么还有生活原则上 我们班们也会 你有什么话吗 请讲 没有 在讲的时候 讲神的话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过于亢奋 这很正常 对吧 他说你有点亢奋 这很正常 我如果不这么亢奋的话 大家听着是不是 没有力量不够 就像刚才唱小敏的歌 天上的歌的时候 你们大家非常 努力地在唱 有力往外的 这样的发奋自己 记住了 你唱不唱歌 全部心里 也要成为一个 主所喜悦的人 不用用这种 外在的动力去鼓励自己 而且要从心里 往外 根基牢牢地扎在地上 不要从外在的事情 来表现自己 好吧 那么从哪开始做呢 就是从你每天的 读经祷告 从你每天的 心思意念的更新 改变 再改变 男人成为一个 真正的一家之主 丈夫 丈夫是洁净的 干净的 是头 妻子顺服丈夫 之所以顺服 是因为他看到了 这个头 是那样值得他顺服 所以有的他很骄傲 当然李立平也很骄傲的时候 我这丈夫太好了吧 我自吹了 没有跟大家说说过了 有的话你们 听听就是了 但是我这个人 感谢主 让我说到做到 你可以有话问我 一会儿 感谢主